不过联合国都发话了,他们也只好干瞪眼。 众所周知,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,拥有着14亿人口,土地面积辽阔,拥有着960万平方公里,在这广袤的土地上形成了不同的风土人情。 地球上陆地面积占了30%,剩下的70%面积都是海洋,所以和海洋面积要比土地多得多。 于是人们就开始想要利用海洋面积,填海造陆,扩大土地面积供人们使用。 今天要说的就是中国将要诞生新省份,其实这个新省份就是南海明珠,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广东与福建的交界处,整个岛屿面积达到了10346万平方公里,形状呈中国阴阳两极状。 据了解,这里的人口1000万有余,别看只是一座岛屿,实际上这里交通非常便利,来到这座岛屿并不是很困难,和跨海大桥的南海岛相连接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里未来会打造成水上旅游生态区,未来这里也会产生相当大的旅游经济,同样也会给我国带来更多旅游经济效益。 自从我们要填海造岛的消息传出去之后,引起各国纷纷眼红,就算是他们眼红也没有办法,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符合填海造岛的条件。 美国竟然在联合国带着87个国家阻拦中国填海造岛,不过世界各国就算是眼红也只能无可奈何。 对此联合国表示,合理合法。 要知道中国并不是第一个填岛扩充国土的国家,只要符合规定就可以打造工程。 这个岛屿利用自然优势,将一片海域围在正中间,整个岛屿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月牙,从最上空看就像是镶嵌在海上的一弯明月。 怪不得面对这样的明珠岛发展,会让很多国家纷纷眼红呢? 毕竟一旦完工,游客数量肯定不用担心。 对于我国这个即将要诞生的新省份,大家是不是非常期待呢? 值得一提的是,这个岛屿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随时停靠船舶以及起降飞机。 这里会将打造得更加国际化,成为中国人对外交流的绝佳地点。 当然,这个岛屿也会成为重要的交通要地。 其实我国建造南海明珠的时候,肯定不只是想增添国土,吸引游客这么简单。 其实我国更希望利用这一工程建筑,加强南海领域的控制。 这对未来南海领域有一定的保障,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对南海做出一些小动作而准备的。 除此之外,这座岛屿的建设对我们来说百利而无一害,不仅能为我国增添更多新型岗位,还能提高我国基建名气。 总之,这个将要诞生的新省份,大家拭目以待就可以了,或许很多朋友担心未来是否会下沉。 实际上,南海明珠的结构更加科学,如今凭借着中国填海造陆的实力,并不会出现类似棕榈岛下沉的悲剧。 报应,这就是背信弃异的下场,乌克兰被中国狠狠打脸,今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遭遇了重大挫折。 在乌克兰最高议会上,泽连斯基被发起弹劾程序,而且根据乌克兰国内的数据显示,约48%的乌克兰人希望对泽连斯基进行弹劾,并希望他下台。 可见现在泽连斯基遇到了上台以来最大的挑战,但这一切都是报应,也是他背信弃异的下场。 因为就在这段时间,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总统令,制裁了四家中国企业,这立刻引爆了乌克兰。 因为中国是大国,乌克兰是小国,这是蚂蚁挑战大象。 而且最让乌克兰国内的人无法接受的是,中国对乌克兰投资了巨额资金,是乌克兰经济的最重要支持方。 泽连斯基如此端起碗来吃中国的饭,放下碗来撒中国的锅,这种背信弃异的行为在乌克兰国内外都遭到了严厉的谴责。 泽连斯基这样做对乌克兰经济没有任何好处,因为中国已经出手,对泽连斯基发动了反击。 那就是中国的投资者准备根据1992年中国与乌克兰签署的投资协定发起诉讼。 一旦乌克兰政府败诉,将要向中国投资者赔偿35亿美元。 而且更让乌克兰损失巨大的是,接下来中国的投资者不会愿意进入乌克兰。 如果少了中国的投资,乌克兰的经济会雪上加霜。 虽然泽连斯基亲西方政府,但是西方国家真的没几个人愿意去乌克兰投资。 而且西方国家现在自保都成问题,那泽连斯基不知道这些情况吗? 肯定知道的,但是他想投机,想左右逢源。 尤其是拜登担任美国总统后,他想通过此举向拜登政府纳投名状。 他表示愿意和西方政府一起遏制中国,但这实在是自不量力和自欺欺人。 要知道,在蛮横和流氓的特朗普政府时期,特朗普对中国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摩擦。 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不断寄出大动作,仍然没有阻止中国经济的发展。 反而美国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陷入了空前的危机。 美国尚且如此,何况一个小小的乌克兰政府,竟然跳出来刷存在感,也是活久见了。 泽连斯基之所以向美国拜登政府示好,那投名状就是为了讨好拜登。 因为之前拜登和特朗普竞选的时候,特朗普和泽连斯基通电话, 要求泽连斯基对拜登父子发起调查。 当时泽连斯基答应了特朗普的要求,引发了美国巨大的舆论。 这也使得拜登对泽连斯基非常讨厌。 而现在拜登上台了,他肯定不会忘记当时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联手对付他的经历。 如果不是因为美国国会就此发起了对特朗普的弹劾, 从而阻止了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对拜登父子的进一步调查。 拜登那次真的是凶多吉少。 但是拜登上台了,此仇不报非君子,他肯定会对泽连斯基出手。 泽连斯基连最起码的政治判断都没有,像特朗普这种重判经历的疯子, 竟然还去合作,这不是让自己后面难堪吗? 因此现在的泽连斯基肯定害怕,因此讨好拜登是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。 但是为了讨好拜登竟然制裁中国的企业,这就又犯了重大的战略错误。 泽连斯基已经得罪了拜登,现在又得罪了中国。 当然了,现在泽连斯基还希望拜登政府继续施压欧洲各国, 放弃于俄罗斯的北希尔天然气管道项目, 因为这涉及到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对决。 现在俄罗斯的天然气要卖到欧洲各国,必须要过进乌克兰, 这是乌克兰的战略杀手锏。 但是现在俄罗斯与欧洲各国共同投资新建北希尔天然气管道项目, 以后俄罗斯卖给欧洲各国的天然气就不用经过乌克兰了, 就不用担心被乌克兰掐断运输路线。 现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存在领土争端, 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的一部分领土,并且发生了战争, 而且在战争中,乌克兰更是弱势的一方。 一旦北希尔项目建成,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优势更是碾压性的, 所以乌克兰希望联合拜登政府继续施压欧洲, 让他们停止北希尔项目的推进。 要知道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90%,德国不愿意停止, 这个时候更需要拜登政府出面,对德国强力施压。 这个时候,泽连斯基希望通过向拜登政府示好, 借此谄媚,希望拜登政府在北希尔项目上给欧洲各国, 尤其是德国施压。 除了制裁中国企业外, 泽连斯基还关闭了乌克兰的三家电视台, 并制裁了一批乌克兰国内亲俄的人士。 泽连斯基同时对中国俄罗斯出手, 导致了乌克兰国内的严重不满, 因此他被反对党发起弹劾也就在情理之中。 但是泽连斯基这样做, 也未必会获得拜登的同情和支持, 也许最后是损了夫人又折兵里外不是人。 乌克兰这个国家的政客经常缺乏远见和战略, 前苏联刚解体的时候听信于西方政府销毁了本国的核武器, 想以此来换取西方国家的经济支持。 结果乌克兰国内的核武器被销毁了, 其往中的经济援助也没有见到, 最终乌克兰沦为欧洲最惨的国家。 现在泽连斯基也同样如此, 一个喜剧演员出身的人当上乌克兰的总统, 在非常复杂的局面前, 他又犯了重大的战略错误, 竟然向中国的企业出手。 这一次, 乌克兰的经济又将被这个短视的政客葬送,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 感谢大家的收看, 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, 感恩,祝福大家。